老爷 小的看清楚了 是一个捕块 一个吓人双手作一 说道 门厅之上 吴鹏举着茶杯的手 这么一下 放下茶杯 探身道 看得可真切 一个捕块 看清楚了 是两个捕块 只跟其中一个捕块聊了很久 吓人又答道 知道了 下去吧 吴鹏是一下人 同时转着茶杯 陷入沉思 北镇府寺附近的一段小路 鸡下捧着汤罐 走得一场小心 刚转过路口 生怕这鸡汤撒了或是凉了 要知道 这可是娘千叮咛万嘱咐的事情 马上就要到了 坚持一下哈 大人要是喝不到 也是可惜了 心里想着 还是有点吃醋的 画画 大人真的好命 这么多人疼爱 不过谁让大人是大人呢 不这样都不像大人了 冷冷 正想着 一个女生传来 站住 啊 小姐 鸡下从思绪中回过神 刚好一个人冲着自己这边跑过来 手里不知道拿着什么小物件 时不时回头张望 表情因为跑动幅度太大而有点猙獰 鸡下掠过此人 看到后面是一个小丫头追着 显然心有余力不足 也 定睛一看 那不是半血吗 鸡下反应过来 一身脚 优雅的侧身 这个男人并没有按照鸡下预想的摔个狗啃使 反倒是跑得惯性太大 把鸡下这个小小的身板都撼动了一下 鸡下一个猎切 往男人奔跑的方向晃了几步 手里本能地护着汤罐 生怕有什么闪失 站稳身子 飞起来就是一脚 那男人后背挨了一脚 从前面晃了几步 险些扑到在路口围堵的吴小姐 吴小姐有些没反应过来 那么大一个身躯扑过来 没有站稳 鸡下赶忙去扶他 一手端着汤罐 那该死的男人倒下的瞬间 还不忘手里乱扑腾两下 正好碰到了汤罐 鸡下这时候有点慌了 又想接着吴小姐 又想饱汤罐 他激一声脆响 三个人都倒在地上 吴小姐一个屁蹲 腿还曲着 鸡下直愣梦扑在地上 在他身处的双手不远的地方 是洒大的汤水和破了的汤罐 男人倒在地上 不时地在呻吟 半雪也追上来了 喘着粗气 小姐小姐缓了一下 去扶吴小姐 鸡下呆呆地看着地上的汤水 气得起身 冲着旁边的男人猛踹 叫你碰坏我的汤 不长眼地 敢欺负小爷的姐姐嘴里 阵阵有词 脚下虎虎生风 大侠饶命啊 你想饶命啊 男人在地上求饶 双手不忘护着头 鸡下踢不动了 还不忘补两脚 气死小爷了 今日 谢谢妹妹 又救我一次 吴小姐站起身子 浅笑道 姐姐不必客气 今下头也没回 双手插着腰 继续瞪着地上的男人 气不打一处来 东西还回来 小爷今日还有事 懒得跟你计较 还不快滚 谢女侠 哎呦 地上的男人丢下东西 一拳一拐地走了 没人理会那个身影了 半雪捡起地上的物件 收好了 今下对吴小姐道 姐姐怎会在这附近 还碰上歹人 幸好碰上我 说着笑笑 本不想着会碰上歹人的 在这附近 吴小姐脸上现出一丝难未情 今下眯着眼睛 滴溜溜地转起来 莫不是 有什么难言之隐 妹妹莫要取笑我 吴小姐不好意思起来 我今下故意虚张声势 我又没说什么 何来取笑姐姐之意 定是姐姐心里有鬼 画画 吴小姐伸手洋装来打惊吓 啊呀 谁知身子一颤 险些没有站稳 啊呀 姐姐受伤了 惊吓连忙问道 定是刚才纳斯撞伤了 半雪心疼地说道 不碍事的 应该脚扭了 这里离北镇福斯不远了 要不姐姐随我去大人那里歇歇脚 惊吓环顾四周看看 提议道 北镇福斯 哦 好啊 吴小姐先是小小地吃惊 随后一丝笑意划过脸颊 答应了 两人搀扶着吴小姐往北镇福斯走去 北镇福斯前 门口执勤的几个侍卫 看着三位小姐过来 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严姑庙 找陆大人 一个侍卫说道 三人停了下来 惊吓对侍卫说道 劳烦大哥通报一下 有劳了 严姑庙 一个声音 从后面传来 岑校尉 你来得正好 姐姐受伤了 惊吓暗喜 受伤了 岑浮望向吴小姐 正好迎上了吴小姐的目光 四目相对 又立马都移向了别处 啊 算了 你看着姐姐 我进去找大人 惊吓示意了一下 就蹭蹭蹭上了台阶 嗯 岑浮和吴小姐同时说道 又都没了声音 就这么傻傻地站着 北镇福斯的门口也是奇观了 一行侍卫装严肃目也就算了 还多了三个柱子 杵在门口 雕塑一般 半雪看着小姐 吴小姐看着岑浮 岑浮看着地板 无话 无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